大家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琪在今天是取消了大部分的玄武行程 上午只出席活动特别的表示哀悼 出席教育年会论台侯友宜先带大家默哀 当年八八存报在抢救的过程所严重的烧烫伤所造成的死亡一定是很高的 悼念屏東大火州殉职消防员当过警察的侯友宜感触更深 尤其身为我是一个警察出身也是当过警大校长 这些消防弟兄很多都是我的学生 同样是大批警员冒着生命危险的1997年陈静新挟持案 当年被侯友宜爆出来的南非五官儿子查克 21号和访美的侯友宜在旧金山相见欢 整起事件因此再度登上新闻版面 这让当年近使馆谈判的谢长廷在脸书感叹 自己差点也混乱了 任职战真的厉害 谢长廷po出新闻 里头图片正是当年担任台北市行大大队长的侯友宜 押解陈静新和妻子张素珍走出使馆 但谢长廷发出原图 自己就站在后面 却被裁切 还有一张是南非五官的女儿赫里斯丁爬窗脱困 侯友宜在窗外接应 照片也被还原 最左边的谢长廷也被剪掉 他无内涵 真相是如何当时正逢选举年很难讲清楚 当年这个陈静新的案子是有把谢长廷截掉吗 我们先往后退 先往后退 谢长廷说这是任职座再临同意吗 侯友宜没多做回应 只是参选总统过去的种种经历 都再度成为话题 记者曹天周国锋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